苏提达当保镖时嘴角发狠 不甘心充当被警盘 隐忍多年终于封后 苏提达的上位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最终却成功加冕为王后 之前苏提达折服了十多年 如今看来总算是守得云开建月 获得了名望和地位 大约在六年前 苏提达还是个王室小透明 就已经是野心勃勃的状态 出身平民又如何 苏提达通过努力 结识了军方的人脉 成为自己上位的关键 如今复盘这场攻斗 发现女保镖时期的苏提达 的确很低调和卑微 泰王出席立行公务的时候 都会让苏提达陪伴在身边 但是身份也只是女保镖 甚至只能充当被警板的角色 凡泰王室相册就会发现 这个事情的苏提达 并不甘心当一辈子地下情人 有了泰王女友的身份 让他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更何况背后还有军方 王后的宝座舍我其水 然而也有心酸的一面 王室高层虽然知晓了苏提达的存在 但是却毫不重视他 即使跟着泰王多次露脸 也没有任何水花 甚至大家都认为只是工作人员 怕公主和斯蕊范公主的表现 也很有意思 当然知道苏提达的身份 然而却极其轻视 尤其在公务场合 两位公主都有自己的预作 苏提达只能站岛 尽知尽责保护马哈的安全 最搞笑的一点是 苏提达一席军装又美又散 但是脚上穿的却是高跟鞋 关键时候行动不变 充其量也只是个摆设 根本没有能力保护丈夫 此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马哈在极力扩充后宫 让苏提达没有一点安全感 即使有机会出境 也只能站在边边角角 甚至连走红毯的机会都没有 有了军方的支持后 苏提达迅速获得中将军衔 因此有了半价的机会 但是苦苦熬了十多年 身份也只是皇家护卫队队长 距离王后的宝座还很远 观察此时苏提达的表现会发现 的确苦大仇深 再加上炯炯梅和朝天敌 彻底拉低了颜值 如果不是后来当了王后 谁都注意不到人群中的苏提达 真是太普通和平庸了 当然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苏提达既然能够成功 必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即使是保镖时期的苏提达 眼角眉烧眼会发痕 虽然表面恭顺 但是内心却野心勃勃 不甘心屈居人下 不想当王后的保镖 不是好空姐 这句话形容苏提达很合适 尽管角色一再更改 苏提达却能完美失陪 并且还俘获了马哈国王的心 为日后的翻盘奠定了基础 带入到苏提达的视角 这段时间的确很难熬 简直就是低谷时期 除了后宫的宫斗之外 苏提达还要跟军方搞好关系 也要讨好施力及太后 整个人真是忙得团团住 从两位公主的表现也能看出 根本不相信苏提达能上位 因此只当她是女保镖 没想到风水轮流转 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苏提达 但是她却最争气 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代贤后 再也不用受这种窝囊情